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 放誓 这个字有两个音 一个读作放 放就是依靠的意思 放是放誓的意思 这里的放 说放誓解 这个地方是念放 就是放于律而行 这个放誓 以这个来解释 一点都不收敛 任意往外发展 这个叫放 所以子曰 孔子讲 放于律而行 就多怨 遭了很多怨 怨恨这个怨 利不仅指钱财 物品 升官 发财等一切 凡与你自己有好处的都是利 如果放誓一点都不收敛 任意往外发展 求利 只要有利 就干 无利 则不为 没有利的事情 他就不做了 多怨 惹很多的仇怨 人在社会上一举一动 还以自己有利益的我才去做 没有利益的就一毛不拔 这种人在社会上立不住 尽是招业 有人说某某人有党 有人就有党 例如当盗贼也有党 三个人做贼都是小人 有人把风 有人传递财货 但是都是互相防备 这三个人一起去做贼 各人担任不同的工作 但是彼此之间也是互相防备 怕自己吃亏了 庄子说道义有道 这个道贼他也有道 因为大家都无道 这里忽然有一个人有道 所以庄子才说这个话 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利益 要人替他卖面 所谓金不金成不成 虽有数无德而识诸 读书必须懂人情 还要了解众生情 例如跳蚤也会做体操 拉扯 那么这个里面 还是有很多人情事故在里面 这里写入老人 特别给我们讲 读书必须懂人情 不但要懂人的人情 还要了解众生的情 那人以外 那一切都是众生 那这个众生就无量无边了 那么举出跳蚤 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众生跳蚤 跳蚤也会做体操啦 会拉车啦 这是众生情 这是读书啊 要懂这些 所以我们跟写入老人学啊 是在讲 才知道这个什么叫人情事故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这一章主要啊 就是给我们讲啊 人在社会上也不能 反正自己有利益的才去做 对自己没有利益的 就一毛不拔啦 那这样啊 就不好 在社会上啊 会招很多 这个仇怨 会招怨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一 祝大家新春吉祥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